车回去的应该都是留学生 他们是第一批是被优先接待的群体 然后机票价格的话是一万八 回去之后还要隔离 隔离的话 费用的话 至少要几千块钱吧 一个人一天的标准应该也有一点百 就是整个下来的话应该要两万五左右 我们一家人的话 应该要七八万 昨天我们还计划着怎么回去 然后回去了之后的计划 但是今天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就不再这么想了 因为七八万在这的话 在欧洲也能够生活很久了 我们现在的计划就是 明天或者后天出发去波兰或者是立陶宛 成立一个公司 把自己的身份回来 具体经营什么产品的话 你还没有很明确的